低調聚訪 這裡就是可以柔的 廚師老公郭宗坤 和女員工愛情萌芽的餐廳 絲毫不受婚變消息影響 店內照常營業 郭宗坤還在裡頭 和客人說說笑笑 但左看右看 唯獨找不到關鍵第三者 M小姐 直接來到郭宗坤 開在細節這家日式餐廳 可以看到上頭 其實是一整棟的住宅大樓 而郭宗坤當時 就是在這個地方 被評刑媒體連續三次直擊 出入女員工的住宅 不只被拍到 三度在女員工家過夜 兩人還被直擊 單獨出國 甚至在回台時 刻意分開走 疑似想避人耳目 連附近鄰居 都打點郭宗坤說法 可以柔得知消息 也火速奔回台 帶著媽媽衝到店裡對峙 郭宗坤解釋 帶女員工到日本 是為了工作 還說這幾個月來都是睡店裡 但卻拿不出盥洗用具 所以他對你 比你對你的家庭還要重要 無論你的老婆 有做過所都不能接受 你還去了吧 讓柯宗坤哭到語無倫次 因為郭宗坤其實不是第一次 私下帶M小姐出國 早在2015年 兩人就曾經偷偷飛到日本 還睡同一張床 事後M小姐被柯宗要求 拿護照自清 她先是拒絕 又受不了柯家母女施壓 才上樓拿東西 但拿的盡是 郭宗坤的護照 事到如今 郭宗坤還是否認到底 甚至替M小姐說話 讓可以柔心碎 打算提出離婚 昔日恩愛夫妻黨 這下恐怕回不去了 記者吳正離選新北市報導